2023韩国最新恐怖大片《江南丧尸》 它终于来了 当整栋大厦全部被病毒感染 而大门却又被人为关闭后 仅存了人类如何在这里躲避丧尸的追杀 他们又能否活着突出重围 故事开始在一个港口中 两名道谢团伙偷偷潜入这里 用铁铅撬开了其中一个集装箱 里面满满的全是珠宝首饰 二人开心地大笑起来 但就在这时集装箱身处却传来声响 大哥黑皮向里照去 原来是只猫 可下一秒 黑皮起身后并没有在意 但没一会儿就发现脖子有点疼 原来是刚才的小猫将其抓伤 就在二人满载而归准备撤离时 黑皮却感觉自己身体越来越不舒服 等同伴回到车上 发现他还站在原地不动 催促着赶紧上车 但黑皮仍不为所动 他只能下车查看情况 二人就这么滚下山坡 而黑皮则直接落入旁边的河里 很快第二天的汗江口外 随波逐流的黑皮从水中站了起来 一脸呆滞地爬上岸 晃晃悠悠地朝人口密集地闹市中走去 而正准备上班的雷哥 下一秒就被四处游荡的黑皮撞倒 雷哥立马抓住准备离开的他 让其赔偿自己摔坏的手机 可就在这时 不远处地骚扰事件吸引了他的注意 而黑皮也趁此机会离开了这里 雷哥还不知自己刚刚逃过一劫 而另一边 两个混混准备带走在酒吧喝醉的女孩 但却被见义勇为的小北拦了下来 混混健壮准备给他点教训 这时雷哥赶紧跑过来挡在了中间 上去几招就将二人全部放倒 原来他是本事连续两季的跆拳道冠军 混混放下狠话仓皇逃跑 而雷德则赶紧询问小北有没有受伤 二人是一起工作的同事 雷哥一直在追求他 他准备晚上请小北去看演唱会 但却被断然拒绝 而更令他气愤的是 老板阿伟这个猥琐男 却经常以工作的名义对小北进行骚扰 另一边 黑皮站在路边 差点被迎面驶来的货车撞到 不管司机如何鸣敌也不为所动 他现状只能绕开继续行驶 却不知这行为已经引起了黑皮的注意 跟着货车就走向了大厦的地下车库 与此同时 阿伟正看着电视上的新闻 主角正是坐在地上啃食生肉的黑皮 雷格看到后立马想起司机早上碰到过他 而另一边 松完水的司机正准备离开 却突然听到附近好像有什么声音 但四下观察毫无发现 可就在他刚打开门 另一边 大厦老总看着脏乱的厕所 愤怒训斥着两名保安 让他们把这里收拾干净 可突然他听到外面传来吵闹声 赶紧走出去查看 直见众人正仓皇地向外逃跑 竟然跑向那个办公室向里望去 此时黑皮一闯进大厦内部 正在里面撕咬着 已经有被咬后的人也变了身 老总赶紧让其中一个保安去帮忙 可他刚走进屋内 就被黑皮一下扑倒 而老总看着眼前的一幕后 却做出个惊人的决定 那就是让一楼的保安关闭所有大门 不让任何人出去 你以为他是怕病毒扩散 其实他是准备最新卖了这栋大楼 只是怕这件事影响到楼架 但保安小哥刚刚将所有大门锁好 一回头